一年一度双十一,不止网友沉浸在剁手的欢乐中不能自拔,连身为顶流的肖战,居然也加入这场盛宴。 网友发现肖战在11月1日凌晨的几个操作,让人捧腹不已。 网友发现肖战凌晨匆匆上线续冲会员,成为了尊贵的SVIP9,之后又悄悄地把系统自动生成的两条微薄删除, 顺便取关了微博小秘书,整个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又在凌晨操作,可谓滴水不漏,不过作为人气顶流,肖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 他这些小动作,不止被粉丝尽收眼底,还登上热搜,让人啼笑皆非,对此,有网友感慨,大明星还是会薅羊毛,但也有人觉得肖战这是勤俭持家的典范,赞其这个行为十分可爱,接地气。 还有粉丝称,我也要冲个会员,跟进肖战的脚步。 事实上,肖战确实是勤俭持家的典范,懂得适时参加活动不浪费。 其实有细心的网友表示,肖战几乎每年都是这个操作,并不稀奇,因为他本就是一位十分勤俭节约的大男孩,在人人讲究时髦百变的娱乐圈。 他的一件衣服一个帽子,却可以穿很多年,肖战的一件新型针织衫,既是他日常的穿搭,也是他出席活动的穿搭。 无论室内室外活动,都有这件针织衫的踪迹。 像这样的穿了很多年的衣服,肖战还有很多件,无论是他当初到时事业平平时,还是如今越升为顶流,他始终都保持着勤俭持家的好习惯。 肖战本人也表示,我是一个练就的人,一件东西一个人,时间越久,我越能品出他们的好,衣品见人品,或许正因如此。 肖战和很多相识于威时的朋友,也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,他对人如对物一般,念旧却重情重义。 肖战入圈时间不久,但所做公益却不少,对待公益事业如此大方的他,却自己却如此勤俭,这样的偶像才是真正的正能量,值得大家好好学习。 该薅羊毛的时候就薅,该大方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。